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会这样想 那大概是反应了社会性的大小 社会性的发炎跟社会性的癌症 那其实上这个部分也牵涉到PSA的一个密度跟它的进展速度 几个例子 今天PSA就像我们的GDP一样 正常成长每年1到2% 合理嘛 如果有一年突然10% 然后有一年会降成-2% 那当然就不合理 所以你PSA每年增加一定的程度 我们可以接受 但是如果说一个人 他可能就很年轻 PSA是1很棒啊 可是到第二年PSA变2 第三年PSA变3 那这样子还在正常范围之内 这种我会将来去做一个切片 因为有不少的社会性癌 就是在这么初期的情况之下被发现 第二种 如果你的社会性也没有那么大 可是PSA就相对的高 那这算起来的密度就有点太高了 那这时候呢 也是需要加以注意 所以包括社会性的一个密度 跟社会性成长的速度 都是一个很重要的 当然PSA单独一个值 大概就可以做一些基本的反应 那所以呢 譬如说我们就会有一个参考值 譬如说多少岁的时候 PSA尽量不要超过多少的值 那除了在一个基本的值之外 我们还是会建议 一个规律的一个追踪 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参考指标 的一个人 这个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